喵 喵 呵呵呵 好了 好了 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条巷子 我跟你们说 我们坐车从巷子口穿进来的时候 一下子就穿越到几十年前的成都 所以我们今天来吃一家 地道老成都味的苍蝇馆子 它的名字叫洞子口城市凉粉 现在不到十一点半 门口已经坐满了人 大家都等着 抢 对 抢菜 我深吸一口气 我们做好准备去抢菜 有没有一种在吃谁的喜宴的感觉 你们大家吃好喝好 来 我先干伪劲 他们这个抢菜节奏 上菜节奏 上课节奏都非常的快 就搞得我们今天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紧张 说话也很快 洞子口城市凉粉 肯定是先吃凉粉 对不对 它这个凉粉是在锅里面煮热了 浇上了密制的凉拌料 直接一勺料 然后一勺芹菜 你看它切了这么大块 是为了煮的时候方便 所以你吃的时候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把它夹烂 夹烂然后再拌一下这个料 好辣啊 它是那种酱香味很浓的辣味 没有怎么过度 直接就是辣 那给你们看一下 你要加着那个调料吃 它整个是米粮粉 米粮粉还便宜 有点点香味 陪获到它那个酱香味 它蛮好吃的 这对我来说有一丢丢辣 好啦 我要吃点甜的 这个菜是计划之外的 我跟你们说 但是它摆的那个地方实在太诱人了 它那个肥肉直接从碗边边上冒出来 然后冒出那个油润亮亮的肥肉 我就受不了了 这甜烧白真的是绝了 它上面撒了一勺白糖 对不对 那个白糖里面有花生 所以它是有花生的一个坚果的香味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肉 它完全死整到哪个肉 已经没得昏了 肥油完全蒸出来了 中间夹的是一坨带着一点点甜味的豆沙 它不会过甜 刚好是那种很勾人的甜蜜感觉 我恋爱了 我先喝一看 哇 喂 豆角 冬天的恩我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真的是老成都加强味的原子 它上面有这么大一坨浆 加一下它 原子肉太好吃了 它的原子肉里面加了有酱油 所以它那个咸鲜味是非常的香的 吃的时候你完全就能感受到 那个厨师在搅拌它的时候 用的那种力度和技巧 现在一下口我们终于可以吃这个大菜 这个糖醋脆皮鱼 是我守着那个师傅 他推着三轮车送过来的 这个盘子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大 这个盘子就是那种老餐厅 他们会用的那种非常大非常大的鱼盘 这个鱼盘你可以看 从边缘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应该是宝金风霜 年代久远 来我们摸一下时代的年轮 他们用的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选的鱼是鲤鱼 因为鲤鱼它两边的肉比较厚 它切这种刮刀才切得比较好 然后炸的时候它会散开 我们蘸一下这个汁 目测它这个汁也是加了番茄酱的 作为油炸食品爱好者 我真的要表扬一下它外面砸的这一层脆壳 外面那个皮就这一层 炸的非常的酥 它浇到这个热的汤汁上去 吃起来那个口感那个脆度都还是在的 发现现在好多餐厅他们炒糖醋汁都喜欢用番茄酱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传统的糖和醋 调出来的糖醋汁 章茶鸭吃鸭子也好吃鹅也好 我永远都会从负边开始吃起走 你看看这个边边上 看看这个边边上这块油 你看它的脂肪有多厚 章茶鸭好好吃 外地人对章茶鸭会有一个误解 因为它是烟熏过的鸭子 所以他们都觉得那个鸭子应该是很干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 章茶鸭它其实是要吃到它肉里面 你看有点红红的 湿润的瘦肉加上油润的肥肉 你吃起来呢 它其实应该是很软很香的 在软香的同时呢 你又能吃到那个茶叶 带来的一个烟熏的那个烟火味 这菜我喜欢 感觉可以再配一点酒 今天想语重心长的跟你们讲一下 我觉得像这种开了71年的老餐厅 对于我们成都的好吃嘴门来说 真的算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你真的能从我今天点的这几道菜里面 吃出很多老成都的特色 风格和味道 当然喜不喜欢 就是很个人化的东西 你可能喜欢这一种 你可能喜欢那一种 我自己今天最喜欢的几道菜 我一定要给你们说一下 第一名其实就是章茶鸭 是我最近几年吃过最好吃的章茶鸭 第二名就是那个甜烧白 它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甜烧白 甜不会过腻 然后完全吃不到 就是那种肥肉的那种油腻感 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火候很好 吃在嘴巴里面 你完全能感觉到它是化开的 而且原子汤也真的是老成都的味道 现在很少能吃到这种油腻 再吃一块鸭肉 然后就跟你们说再见了 章茶鸭好好吃 再见